小姐小姐,我們有新品試吃,有得試,有得比意見多好,試一下吧 不好意思,沒有空 免費的 免費? 歡迎大家收看Taste React,我是SoHungry 作為一位不是為賺食而賺食的香港人,今天又找了一些很棒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我叫Katy,我是The Bounder of the Chocolate Club,我是一個朱古力品鑑師 我本身也很喜歡朱古力,因為之前的工作是跟朱古力有關係的 所以發現朱古力不是有其他世界的 我們現在馬上開箱看看今天有什麼 好了,我們今天準備了朱古力和咖啡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好像我平日無期的朱古力 因為咖啡和朱古力是火山腳下裝出來的 其實我們試朱古力跟品酒或咖啡是很相似的 我們通常會說我們用5Sense的五感去試 我們第一件事是會看,我們會看到它的灰色的深淺 還有我們會看看朱古力是否有一個亮面 第二,我們就會聽朱古力 聽朱古力? 對,拍開朱古力 主持完溫度沒有問題,而且它的調溫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步驟是會聞的 朱古力有一點點跟品種不同,因為朱古力它本身沒有那個酒 它沒有那個升氣,好像咖啡一樣 你會不會聞到什麼味道? 朱古力味 朱古力是,朱古力味之外 而且你會聞到它有帶少許酸度 對,好像咖啡一樣的酸度 因為我自己是喜歡吃朱古力 其實喜歡朱古力也會喜歡它少許酸 我會推薦它小一點,喜歡它放進去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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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原因是因為咬碎了朱古力就這樣吞了 你就吃不到朱古力本身最完全的味道 所以就給點耐性 那在溶的時候,其實看幾樣東西 除了那個味道,我們也會看它的質感 那個粗油度的朱古力 這樣說吧,我們平時吃一口朱古力 都是覺得很滑,來做一個標準的 其實蒸粉朱古力,我們不說朱古力 不代表它是不好的 是因為它的製作過程有一個步驟 就是如果你把朱古力這麼粒子越來越細 那其實你會感染到它本身裡面的風味 而且有些你會看到它本身的口果汁多一點 它就會吃下去,那個質感會比較酸 它的酸度不是很高 其實是,那是正確 因為平時75和80,80是很明顯很酸的 75和80的酸度,這個是酸不酸的 其實已經溶掉了 我溶掉了,所以我只要用水 你可以再吃細片一點 就讓它半溶 我們配合的方法就是 它半溶 你都開始吃到朱古力的味道 那你就喝一口咖啡 OK 朱古力和咖啡是一個很好的combo 你平時不喜歡喝朱古力的人 嗯 這個combo就非常好 可能你喝第一口的時候 喝了這個朱古力咖啡就很濃 對 隔了一會就換了這個很酸的 黑巧克力 嗯 那就剛剛好 師傅 這個完美,這個濃巧克力 我們就看看 配露出 很適合 我很想再咬下去 這個可以咬下去 這個可以咬下去 這個可以 因為它始終有Nuts那些 有鹹的那些都可以 有Eccluture都可以咬下去 好像有點不同 因為你多了它的 Dry Fruit的酸度 我覺得好像令到我的咖啡 更加再Light Up 即是更Light 再Light一點 做到時的咖啡其實是挺濃的 這個是比平時的 是真的厚身很多 又不會覺得雜質那種感覺 好了 又是時候來個總結了 那我作為一個很喜歡吃朱古力 但是未懂得很品嘗朱古力 我就Focus 和大家說一下這個Coffee 那這個我其實也喜歡 因為它 就算它是Expresso Dark 也很厚身 但是有一種很creamy的感覺 也可以立刻提神 如果你是 喜歡喝開French Rose的話 那你就 這個就是我覺得 是French Tea好的選擇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French Tea好的選擇 但是它 又有一點 好一點的Frutty 所以我覺得 給日門的朋友 就是一個很好的日門的訓故力 就不會一來 就太過難接受 好像你平時喝 蒸餅咖啡 你未必每個人都很喜歡喝酸的 那你找一個 Dark Rose Chocolate 它酸度就會低一點 那這個就是中和程度 剛剛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 最後的決定是 會給一個 Like的 不想再做 和無料到的鹹魚 就記得留意 我們下一集 Taste Meat 還有 記得要支持新鮮本地製造 因為 這個就是 吃完的專門 其實是香港製造的 頭三個comment 會有特別禮物 神秘禮物 會 我們都會 有專人去福你 最後最後 記得記得 喜歡 喜歡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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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 我們IG Youtube 人生 豈不是為賺錢 為吃而吃 為睡而睡 為做而做 為買而買 為上班而上班 為交功課而交風課 失去了自己 和鹹魚有何分別呢?